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来看神的话语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 要从第十六节读到第十九节 耶稣来到拉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至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教我传福音给贫穷人 拆遣我报告 贝儒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念 这短短几个经文 可以讲是耶稣在三十岁的时候 要开始他传福音的事业 所展开的一个宣教的宣言一样 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第二个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 第三个呢 被掳得释放 瞎眼的看见 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我们如果很简单给他分 如果说这一段宣言来中 一个重要的信息 其中有一个 就是基督耶稣来的时候 要叫人在他的里面 得自由 而且是在这个喜年当中 在这个喜年的当中 要发生的事情 这个喜年的典故是在旧约 每五十年称之为圣年 又称之为喜年 这一年当中 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 如果你是被卖作奴隶的 这一年当中 你要被释放 归回你自己的家园 如果说 你曾经跟人家借贷 没有能力偿还 在这几年当中 那个债主本身 要释放你的这个债务 让你恢复自由 如果土地你典当了 在行人当中 这个土地要还给你 让你重新债出发 神规定这个律法 对于犹太人来讲 是一个得自由的机会 而且是非常体贴 人性的一个律法 同样的道理 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也是代表这个行的概念 当人一接触 耶稣的时候 他要在许多的层面当中 被释放 要得自由 好叫我们重新再来 一个人就好像说 我们被判了无期徒刑 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 在监牢坐着 如果今天有一天 寓主来了跟你说 你可以出去了 那里面人想说 这怎么可能 我是一个无期徒刑的人 这个监牢好像是我的家 我一辈子要待在这边 刚开始我们真的是不太相信 可是我们看着隔壁间的人 他出去了 这个对面的人也出去了 然后出去的时候 没有本人把他抓回来 他真的相信 这是一个真的获得自由的时候 他内心也高兴了 所以当人在耶稣基督 透过他的受死 在十字架上 释放我们被魔鬼捆绑的 瑕疵的时候 我们就获得了自由 这个在洗你的概念被释放的 获得自由的意义是一样的道理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就描述说 他到了一个坟墓 格拉森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被鬼附着 好久的时间 他甚至不穿衣服 用铁链把他捆绑 他就有办法把他睁开来 耶稣来的时候 就赐着魔鬼离离开他 魔鬼在神的面前没有权柄 撒旦在神的面前只有顺服 真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 让人能够获得自由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神他没有说一吩咐 全世界的罪人 立刻就这样改变过来 没有 我们会觉得说 上帝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做 不 每一个人的灵魂 都必须每一个人自己要负责 而我们传福音是 必须要把这个真理 带到他的面前 跟他做朋友 跟他分享清楚 然后透过他自己的觉知 我选择接受 或选择来不接受 他自己做决定 可是这个福音必须传到地极 受压制的人得自由 你看什么人身上有受到夹制 我跟他讲表面是看不到的 当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对面的见面的时候 这个妇女本身是受压制的 他隐藏自己 他遮盖自己的真实的我 他不愿意交朋友 他在那边躲躲闪闪的 他羞愧的生活 当耶稣跟他见面的时候 耶稣直接把他羞愧的事情 一个一个讲出来 直到他认出来 这个人不是一般人 是上帝的孩子 而上帝也把这个活水的情愿 直接告诉他 意思是你不必羞愧了 你在我的面前 虽然是羞愧的 可是呢 我看你是洁白的 神总是有办法 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人的身上 找到他意思是的良知 就如同挂在他十字架上 旁边的强盗 这个人说 当你得国的时候 求你敬礼我 这个人在十字架上 还在挂着 他就蒙恩了 不用上课 也没受洗 因为在他的罪恶当中 他已经反省自己是不应该 在对照耶稣来讲 你不应该这样 我们是应该的 你看他有反省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要得到自由的 我们再讲个例子 撒该是很有钱 但是不自由的 耶稣来到他的家的时候 撒该得了自由 他以为富有 用各样的方式 他忍辱负重的 被人家骂 是一个好像一个出卖 犹太人 去做罗马的走狗 然后这样致富的 你都甘愿如此吗 我相信他越来越富有的过程 他爬到这个顶端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是不快乐 因为没有朋友 你去享受那个富有 你去享受那个富有 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当福音来的时候 他听了耶稣的说话 我相信他也听了刚才一个原则 分享 还有公平 诚实 当他把这个重要的礼物 放在他心里面之后 他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不是耶稣替他做决定的 我相信是他自己做决定 他说如果我以前讹诈人 我还十倍 我还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别人 当他如此做了时候 他损失了吗 他损失很多 可是他赚得更多 尊贵 朋友 喜乐 永生 是他买不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一个传福音 最重要的地方 耶稣如何传福音给我们 我们也如何传福音给他 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不断经验到上帝救恩 所展现出来的神迹 看见那个人 生命得到改变 得到释放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